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這節的《有聞必答》 我是周小月 這節的嘉賓請來Stanley 去解答各位的股票問題 Stanley 你好 歡迎各位的家庭觀眾 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可以接電電話熱線 280-465-66 或者把問題電郵去到ASKFBSchannel.com 先和Stanley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李小姐 李小姐 你好 李小姐 你好 李小姐 你好 Stanley 我上星期五 都說要先買紅色 我怕他反彈 想到市場做甚麼 你知不知為何我會這樣問你 因為我開市 200點的時候 我的朋友叫我不要買 去22,750 我不用理他 我就是聽他說完 你數不到就買不到 就慢慢看到他跌了400點 是 我上星期和你談到好像 我都說是看落的 不過你一下就猜不到他 今天跌下去 你下差不遠 Stanley 我猜到 為甚麼呢 因為星期四 你想想 星期四行之行十次升 星期四不是第一天 你跌第一天 那你跟著當然會跌 十次升已經告訴你 聽過信息 是 我認同你說法 我想你也想知道現在的 還跌不跌 現在我又想問你 他應該 我今早又說買 他又說不要買 今早又吃200點 他又說不要買 今天就沒有買到 現在我想問你 現在這個位 他又說叫我不要買 他又說要等他反彈 我又想問你反彈甚麼位才好買 但是呢 我今天看報紙就說 如果他的市今個禮拜 上回二萬二千七百五十幾 即是說我的朋友之前 叫我買那個位 那個位才好買 那個市就不死得住 這樣說 我昨天聽說 清潔的講座 他就說二萬二千五 你也要買一隻紅的 這樣說 我又想聽聽你的意見 明白 我自己的看法都比較 如果這些位 你看我現在再解設 你說佈不佈好 我都會建議你等等先 因為始終大市 這幾天都有一個比較 叫做幾大一個跌幅 所以你說現在這位 你再買紅的話 似乎直播空間 又可能真的不是很大 但是你說到幾點為止 你又開始可以買回 可能買紅也好 買買取消息也好 那我都覺得你說 如果去回二萬二千五 樓上這些位置 即是假設現在的市 假設打了上去 二萬二千六 即是十天線這些位置都附近 大概要玩二萬二千六 樓上這些位置 我覺得呢 都可以考慮一下 買回一些淡倉 因為我都覺得你說大市 現在整個走勢 比較差 還有一個因素 即今晚那節 我未提及到 是什麼呢 其實整個市場的氣氛 你可以說是難觸摸的 即是你說一定 市會有一個比較大的 再跌下去 這個真是 我想你問哪一個人都好 我自己覺得 現在是很難看的 但你這些位置 要搏借 二萬二千六樓上這些位置 你可以考慮一下 還有我覺得現在市場 有一個比較上是幾大的 叫做隱憂 是什麼呢 是因為美股本身 這一轉的時間 就是當全球股市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震盪之際 其實美股是沒有怎樣跌過的 即是你其實 如果你是美股 假設都有一個比較大的震盪 即是開始有追跌的情況 甚至乎 即是調整的時候 我相信市場的氣氛 有機會還有一步會轉差 所以即使你說香港這邊 有這個心管通的衝勁也好 似乎大肆向下的機會 都還是比較大 所以你又到二萬二千六 二萬二千七附近 你說再玩淡倉 我覺得你都可以考慮一下 還有我相信你說到即使夏年也好 我自己看都不是太過樂觀 因為我想不要說到夏年那麼遠 你講到十二月份的時間 那式就加硬了 但問題是你說 意大利的制憲公投 我覺得大家會很煩 而且夏年歐洲這個 是一個比較大的計時炸彈 所以我自己認為 如果以一個中長線看 都是比較悲觀的 所以又到二萬二千七附近 如果你假設覺得是 想開潑的話 我覺得你都可以考慮一下 但這些位置就不要開著 因為這些位置似乎 暫時往下跌了 跌了三天 再落的空間 似乎未必太多 所以暫時來說 你可能有分量的時間 才會買些膽倉 李小姐還有其他問題 我想問你 如果那個財險 落到十一個三 是否真的可以買的 財險是嗎 是的 因為我那天 見到11個綠彈 但兩天已經收到千多元 如果今次再落 他每一次落十一個三 他就會大 你覺得今次是否需要 落十一個三、四買 還是十一個半那些位買呢 我覺得你十一個半島附近 你都可以開始留意一下 因為十一個三 反而我會建議你 因為現在整個勢頭 你看到財險 基本上 那個走勢 都不是算理想的 但都沒有辦法 因為整個市場的氣氛 都真的不太好 而且你看到財險本身 現在這些位置 對上網空間都不多 假設這位買的話 都是看著大約十二個半的位置 但是反之下面的話 都可以回到十一個二、十一個三 多個止蝕位 所以如果有機會 真的撤到十一個半這位置 不妨可以考慮買住貨 但記住 穿十一個二的話 一定會止蝕 好的 多謝你小姐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吳小姐 吳小姐你好 吳小姐你好 我想問你這個部署策略 你打算是否擺長線 和分住去買 我是分住 其實在夜五、六元都有 我剛剛其實夜二個半都買了一手 但我就想再跌 在什麼位置再入 明白 如果你問我自己的話 剛剛也提及到 我對於大市的走勢 有些看得比較淡 不算太樂觀 你是二十二個半都買了貨 你說現在多少錢再加住 因為其實你買入價本身 跟現價叫做差不多 你說現在這位再加住 又不需要住 因為其實差距又不是很大 甚至乎 如果我剛剛提及到 大市可能你買回之後的時間 有機會可能會下市 大概二萬二千點以下 這些位置的話 就是意味著大市本身 都還有一些叫做提升的空間 而且 如果解釋大市 真的去到大概是二萬二千點到下的時間 這個刑虎基金 其實有機會跌積二十二元這個位置 所以現在反而我會建議 其實買刑虎基金 都是那句 我主張是嘗試持有的 可能你說 預留幾處資金 逢跌的時間 就能買一些 所以這些位置 我會建議你暫時都可以再觀望一下 但如果真的有機會再跌深一點的時間 例如去到大概二十二元邊流下的位置的時間 你再考慮交流一注貨 但都會建議吳小姐 因為其實市況 我自己看 真的不是太樂觀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想再加注買貨的話 第一 可能抱著中長線的心態 第二 可能那個注碼方面 要控制得比較好些 即是可能你說 預計現在那些收入上的 可能預計了四五注錢 解除掉下去的時間 請考慮交流再加注 好 吳小姐第二隻想問的股份是哪一隻 我不是寫這個 四八九的 是啊 四八九 不知道是什麼位置 你本身有沒有貨的 這一隻 在七個八號幾有貨 明白 但吳小姐又多 我好奇問一問 為什麼你會買這一隻的汽車股 因為我見 廣輪說 好像有人 好像有人 有些基金入貨 我明白 因為說它低 所以就入了一手 明白 不知可以在什麼位置再扣 麻煩你 其實 如果你問我本身 你說有貨的 現在怎樣部署發口 甚至乎想過去加數 我覺得慶幸的地方 只是說 你的買入價不算很高 跟現價差不多 但是對於公司前景的看法 我是有保留的 還有 可能我對於汽車股 整體上的情況 我比較擔心的是 在下年的表現 因為其實今年的增長 沒錯 今年的增長是很強勁 但是你說在下年的時間 我反而擔心 只是說購買力已經消耗了 而且東風本身的業績 雖然說在之前出來的業績 或者一些數據 都比較對版 但是似乎 對於全年的營利的展望 我覺得都不太樂觀 所以這些位置 反而加注 我反而不太建議 反而如果反而去之後的時間 跌穿了大概7.5 這些位置 反而考慮明知道 應該要先止蝕 因為其實你說 汽車股裡面 東風的走勢 其實比較差 你看到這裡 這是東風 相反 好像吉利這些 其實走勢也是 基本上很不同 這隻都叫做之前的時間 都不斷創過高位 東風其實不斷是下一次 是比較低的水平 所以有貨的話 暫時來說 再加注又不建議你這樣做 但是反而突然轉 就是說 如果解釋再跌深一點的時間 跌穿了7.5 的話 要考慮才能止蝕 好啊 謝謝Stanley 多謝不少這電話節目時間 差不多了 先和你做回申報 剛才提及過股份 或者指數相關資產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謝謝Stanley 非常詳盡的分析 我們先休息一會吧